嗨大家 歡迎回到運動J計畫QA時間 很久沒有到這個企劃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 就是我們在每週啊 然後都會跳幾個問題來回答 這禮拜我特別收集了一些 有關於跑步相關的問題 就來一一回答大家 第一個 要回答大家的啊 就是呼吸的方式 跟鼻子呼吸、嘴巴呼吸 因為太多人問這樣的問題 那我這邊給大家的建議 就你在呼吸的時候啊 盡量是嘴巴鼻子同時吸同時停 那舉例我們現在像這樣在上坡的階段 跑步可能是一二一二 那你就是在一二的時候做吸氣 一二的時候做吐氣 讓你的身體去適應 你現在在跑步的這個節奏 節奏跟呼吸搭配上來 才不會太喘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你的一二一二 你的節奏步頻比較慢 你甚至可以到三拍 一二三一二三 三拍的時候做吸氣 三拍的時候做吐氣 這樣的呼吸方式會對你有幫助 然後盡量記得是嘴巴鼻子 同時吸同時吐 不會這樣 這樣會太喘 只有鼻子的進氣量是非常不夠 所以嘴巴鼻子可以同時吸同時吐氣 但記得嘴巴不要打得太開 不然喉嚨會一下就很乾囉 那第二個要回答大家的問題 就是也很多人發問 到底在跑前跟跑後 熱身跟收抄的伸展 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其實我們以前拍過很多支相關的影片 還沒看過可以點這邊 那主要給大家一個大觀念 就是你在跑前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一些 比如說滾筒 例如說振動槍 來讓你的肌肉慢慢的喚醒 打開關節活動度之後 再開始做訓練 那關於活動度打開的方式 就盡量做一些比較大關節的 不管是啟動的訓練 甚至你用彈力帶綁住大腿 做一些提寬的這些練習 都可以讓你活動度打開 這個時候的熱身 對你現在準備開始跑步 會比較有幫助 什麼時候要伸展呢 比較不建議在你的運動訓練前 就做伸展 因為在這個時候 你的肌肉關節活動度都還沒有打開的情況下 其實你做伸展 對於你的活動度幫助是有限的 而且甚至在這個時候是很容易受傷的 所以建議就是 賽前或訓練前是 關節活動度的啟動 那訓練後才是做伸展 所以什麼時候要做伸展 盡量是在跑步 或是騎車之後 才開始做這樣的伸展訓練 那因為在訓練前 盡量是用一些 不管是核心啟動啊 或是空關節的這個熱身 都可以對於你的關節啟動 比較有幫助 這樣的熱身方式會比較有效喔 好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啊 就是很多人問到 在下坡的時候 該如何調整跑姿 剛好我們現在就是在下坡 那我今天就簡單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待會兒啊 就是在跑上或下坡的時候 可以注意看一下身體的差別 所以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簡單跑了一個上坡跟下坡的差別影片 跑上坡的時候盡量是身體前傾一點 小步一點平衡快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在跑上坡的時候 比較會有比較輕鬆的感覺 因為在上坡的時候 仔細看我的腳 如果我腳這樣往下踩 然後再從下一步 要往前的這段時間 腳都一直流在地板 這個時候你的大腿出力時間 就非常長 對你的腳比較程度 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盡量上坡 建議小撲一點 只要減少縮短你腳 停留在地板的時間 這樣腳出力的時間就會變短 下坡的時候剛好相反 因為下坡的時候需要煞車 我們就不太去管你的腳流在地板的時間 盡量就是安全為主 所以下坡建議大家慢一點 身體稍微往後仰 重心往後的時候 才可以有效的去控制你下坡的速度 那這樣的上下坡調整 透過不平身體前傾角度 對你的上下坡會比較有幫助喔 好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簡單 回答幾個大家常見的跑步問題 希望這樣的回答對你們幫助 如果你們有更多關於跑步的相關問題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許有機會可以把它拍成影片回答你們囉 我是你的教練梁卓睿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